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線上線下的同學聽得清楚我的聲音嗎 可以 線上的同學聽得清楚 線下應該沒問題 在我們這個現場 今天我們人為與科技的對話 非常非常高興邀請到劉克香劉老師來 他要跟我們講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自己都過不期待想要聽到底是要講什麼 他說從動物到風靈工作法 三則年輕人創業的提發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劉老師 他是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也是個文學家 我想在座的還有在線上的很多同學 大概都知道 這個你們在你們的課本裡面 都有評過劉老師的這些文章 他是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 其實在文化大學的時候 就跟我們管校長一樣 都是詩社的成員 他們是解詩的 所以你是今天的這種文青的文青的文青的筆鼠 他外號像鳥人熱愛自然觀察 歷史主題跟舊夫者探勘 曾經獲得吳塞林文學獎 臺灣師獎 臺灣自然保育獎 五魯琴散文獎 第五十二屆集中獎 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 最近也獲得了很大的 第六屆聯合報的文學獎 文學大獎 他翻寫多本 《人文自然真態散文書籍》 是兼具人文與真態氣息的鳥作家 那我知道各位同學們 第一次認識劉克香老師 大概就是從國語課本上開始的 因為所寫的 《大樹之多福音散文》等文章 都是很多同學們 你們在小學的時候 或是中學的時候 你們接觸自然寫作的一個契機 那他曾經撰寫《永遠的新鮮窩》 我們介紹漫長生都在海上漂泊的 短緯新天空 怎麼樣找到人生的伴侶 然後在未來幾十年一起洋避回代 此外他的《隨鳥走天涯》 對《淡水關渡水鳥》一系列的觀察 開啟了齊伯林對台灣土地的關外 所以齊伯林後來的看見台灣 他最早開始的齊蒙老師 其實就是劉克香老師 那劉克香老師寫作的經典 也是《萬卷書》 更來自他總會的《萬卷書》 不論是自然想聽歷史古道 或者南天天河 過去兩年他是有意識的 在中部地區帶團行走 用大中運輸系統 和雙腳踏上一條條少人進步 深入地方深入的維學環 這真的不是 不是只是用文字少的描述 我聽過劉老師的演講 的確就如此 他就搭乘公車搭乘捷運搭乘火車 然後到很多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 逆境闢境 然後他真的是跟在地的一些人 社區的軍民 在地的住民 有很多的更多毛 那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感動的一些人的福祉 所以這福祉讓他創造了 多條旅行路線 翻新了我們對旅行的定義 更讓他透視了很多台灣草根社會的 美麗與傷口 從而能更細緻厚實的 深刻的探討這對領地 這是我們最喜歡的 台灣大陸之路 所以是深入的行旅台灣 好 所以這個是劉老師自己講的 走路走了幾十年 感覺現在是處於最好的狀態 知識經驗比較豐富 體能狀況仍充滿信心 也好像現在才懂得走路 經常實踐走路旅行 是一個人最真實具體的社會參與 也最容易獲得成就感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很有榮幸 請到劉老師 他獲得了這麼多的獎項 然後他在獲得聯合報文件大獎的時候 他說不能再迷路 只希望能夠找到新的可能 繼續跟大家判斷對話 所以我就把時間交給劉奮祥老師 大家早上歡迎 好 謝謝 謝謝劉淵老師的一個引言介紹 今天這個題目 要介紹三位年輕人 我在日常生活 跟他們從十年前遇到 一起鑽集著生命裡面很多的 創業的故事一直到現在還在聯繫著 我會請我今天的題目 科技跟原文的對話 來談這三個年輕人 而這三個年輕人 其實也連結出一個 跟我們生活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用三個 也不止三個 可是三加plus的故事 來談今天的內容 那我分三組 第一整請給各位看 我都有第一個題目 但是三個年輕人 第一個題目是從一輛豆漿車帶來的故事 這張畫面 這個賣豆漿的人 他年紀跟我一樣 都六四五歲 我從他六歲的時候 認識到現在 也就是我認識他 已經一家子了 他六歲的時候 他賣這個豆漿怎麼賣呢 是他爸爸開始賣豆漿 他住在爸爸的旁邊六歲 然後就在那邊看爸爸怎麼賣豆漿 然後這樣賣豆漿的車子 停在這裡 剛好是我家的外甲的地方 所以我聽到豆漿車的聲音 我就會下來 跟他買豆漿 跟他對抗 對抗就是說 你是賣豆漿的兒子 我是買豆漿的 然後我買你爸爸豆漿 就這樣子 每次買一碗豆漿進去 就跟他看著也沒打招呼 六十年後 換他在賣豆漿 我還是每個月至少有一次 因為那是我老家 我都會回去 八點半 豆漿車來了 聽到熟悉的賣豆漿的廣播聲 我就出來 買一豆漿 他也認識我一點點頭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日常 這個豆漿 絕對不是時下的 我們看到的豆漿 會搶很多很多東西 六十年了 這個豆漿 就是有豆花跟花生的 還有加上 可能是熬的糖水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螞蟹豆漿 六十年不對 可是十年前 我現在講十年前 也就是他 大概五十五歲的時候 或是五十八歲的時候 五十八歲的時候 有一天 早上八點半 我剛好回台中 八點半去看我媽媽 我的老家 八點半車子來了 廣播聲繼續廣播 但那天我沒有買 沒有買是因為 早上我已經有點飽 可是我還是 對這樣有情感 所以我從二樓 就下去 從二樓 就下去 看看他 看看 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樣不一樣呢 我看到這個 跟我認識的這位羅先生 跟我同樣年紀的羅先生 他麥豆花這次貼了一個 A4的 不曉得這個燈 可不可以稍微把它關掉 滴海燈 可能會 同學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謝謝 我們看他們看得比較清楚 好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大家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 他那個A4的子 A4的子寫什麼呢 豆花使用 飛機改造黃豆 我看到這個名字 我只想像 飛機改黃豆 因為那個時候八年前 台灣因為胖達爾麵包的事件 大家開始對食安這個問題 產生理改 很多地方 尤其是跟豆瑞這裡有關的 都會求調 飛機改的黃豆 因為機改黃豆 很多人至少也有說法 各種說法都有 其中一個說法是 裡面機改黃豆會有出炒劑的 的一些東西殘留劑 還會在裡面 所以大家對機改黃豆 充滿了疑慮 這個時候 台灣 很多 包括它 也包括了非常非常多的 我在市場看到的 許多賣豆花的 包括護黃豆漿 我們知道護黃豆漿 幾乎都會寫幾個字 我們用的是 飛機改黃豆 這個字呢 開始在台灣大約的出現 可是你不免會困惑 困惑什麼呢 困惑就是 本來黃豆都是從國外進口 大量進口 超過百分之九十的進口 而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進口 有百分之八十幾以上 甚至更多 都是飛機改 突然間大家都是 都是機改黃豆 突然間大家都沒機改 那到底機改跑去哪裡 我難免會打一個大問題 好 不管怎樣 這是一個背景的陳述 我主要是跟他的步驟 因為我看到他貼了這張條子 這張A色紙印出來 就掛在那裡 我就衝下去 跟他聊天 因為兩個人比較聳了 所以聊天起來就比較沒大沒小 我就問羅先生說 你怎麼搭這個A色紙寫著飛機改 他說沒辦法 最近啊 賣豆啊 每一個人買我的豆啊 都會問我的黃豆的來源 來自哪裡 因為問的多壓力很大 所以 他就全部改成 飛機改黃豆 然後順便就從一個車子來 裡面就拋出了一個大的袋子 給你看 加大飛機改黃豆 表示什麼 我真的是用這個 飛機改黃豆 請你放心 然後我說 你這樣子成本會加高 他說 也沒關係 每一個袋子 最多多四百塊 一隔月用一次 我多四百 這個成本 我可以cover 他又很三十五塊 很便宜 賣三十五塊 賣二十幾年 到現在還賣三十五塊 他多四百塊 他覺得那個成本太累了 吸收 他覺得還是可以繼續 維持以前一樣 繼續耐豆啊 可是我聽了就量一半 我為什麼心裡會量一半呢 我在想 慘了 那我不是吃了五十幾年的 雞改黃豆 那現在才開始被雞改 那也算了 吃了也沒什麼事情 反正就這個故事 我旁邊的 一位賣豆花的羅先生 他 開始注意到食安的問題 為了讓 渡悠悠之口 讓買者安心 他全部用飛機改 這飛機改 你看看 這裡是一家 新的瑞唐的菜市場 它逆滲透水 飛機因改造的黃豆 這個都會變成一個什麼 他非常在乎的 人家來他這邊用餐的時候 都會去注意 你的黃豆的品質而已 這就是一個 後來我們在全台灣 到處都可以看到的 的一些標語 跟富航豆漿親民的 有個世界豆漿 也一樣是飛機改 這個都是 現在已經都是我們的日常 幾乎沒人家都看得到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除了豆漿禮拜 我們大家難免會想到 豆類製品 黃豆除了 做豆花 當然更多的是 就是豆漿 豆皮 豆干這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常常逛菜市場 逛菜市場之後 除了剛剛想到的 豆花 我在逛菜市場之後 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 是一個 你注意到食安問題 或者考慮到 種種市場的 衛生環境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注意到 一個 我們過去不會想到 但是因為食安的到來 開始會思考 各位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是傳統的 製作豆腿的方式 四五天前 不管是 在 漢人 就是說我們中國人 他做的豆腿 或是日本人做的豆腿 到台灣做的豆腿 幾乎都是用這種做法 用麵糊 把豆類製品放在裏面 用石頭壓著 然後像用一個板 木板 壓制出來 形成這種比較像板豆腿的樣子 這種板豆腿通常是用木頭 有時候木頭要用釘子 木釘 或者手接把它繭接成一個 這樣的一個木板的豆腿 那這個是 當然是最近 這十年代我拍攝 製作豆腿的 我在傳統市場看到的 那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開始想一個問題 想什麼問題呢 這個做豆腿 你用這個袋子 去壓制的時候 那個棉布 通常都叫做棉布 那個棉布 會不會每天都使用 這個棉布 是不是手工的棉布 還是化學原料製造的棉布 第二個 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 可能是最好的木頭 它一定是山木 普通的木頭 然後接著是 木頭 把它釘子 一定是用釘子釘在裡面 那這裡有一個出現問題 棉布會 是不是有安全 木頭 你每天刷洗 像今天 你刷洗完了 今天變得太陽 那個原部 那個木頭 可能就會長菌布 那個釘子 每天使用 每天這樣噴水 釘子就會長生鏽的 鏽水 所以以前我常常跟人家開玩笑 你去買豆腐的時候 因為那個釘子會生鏽水 所以你買豆腐 所以不要買邊邊 買中間的 因為中間沒有釘子 邊邊就會被什麼 豆腐被那個釘子 生鏽的鏽水 摘進去 這個都是一個 買豆腐的時候的一些 小小的跟食安 覺得不太能夠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想像的 木板做的豆腐 因為豆腐是板豆腐 大家覺得木板做出來的豆腐比較好吃 所以大家 比較不會考慮到食安問題在過去 可是現在因為食安問題 大家注意到黃豆的材料 是從哪裡來 是不是飛機桿 或者木板豆腐 製作出來 確實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用木板做豆腐 因為木板比較便宜 你不可能用鋼板去做 或者說用其他材質來做豆腐 然後 我記得有幾個台大學人 非常聰明 他們以前在新竹戶口 有一個做豆腐的店面 他們覺得這個木板有問題 那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每次做完豆腐 就把木板拿去做什麼呢 把它放進冷凍櫃裡面去把它冷凍 因為木板冷凍的時候 它就不會生黴菌 不會生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第二天再把它從冷凍拿出來 去做豆腐的時候 豆腐就怎麼樣 比較安乾淨 比較味噌 這是一種做豆腐的方法 但是 我又看到了 第一種 讓我非常驚喜的就是 做豆腐 又有一個 譬如說這一張 那更可怕 這一張做的是豆腐 這是慈善的一家 非常有一個 豆腐的製作工廠 它是在一個非常 簡陋的房子 然後每天出產大量的豆腐 可是你看那個大量的豆腐 是用什麼掛起來 用竹竿 那這掛竹竿當然 一天看到也沒什麼 可是你想想著 一天如果365天 都用這個竹竿 竹竿去掛這個豆腐 我覺得竹竿 有乾淨的 有沒有這個疑慮 一定會 好 因為總統這樣子的原因 我就開始想一個問題 想什麼呢 我能不能 在這個實安問題之下 遇到幾個NGO組織 他們關心食安的 或者現在比較生產 像竹竿聯盟 他們做豆腐做得比較好的 我可不可以去參觀一下 他們的豆腐製作 有沒有新的可能性 我能不能看到新的可能性 然後呢 我就開始在找 有一天 我找到一家豆腐店 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家豆腐店呢 它在花蓮 他們生產一種 他們製作豆腐的方式 被爆補出來 然後我就暗黒所記 跟我太太 去了花蓮 售芳香 一間農產 找到這一家 豆腐店 那這家豆腐店呢 那這家豆腐店呢 是胃禽的胃 一萬兩萬一萬 田地的田 那我暗黒所記來到這裡 用GPS 找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太很進去 那天一大早跟我太太 來到這裡 因為看到這房子 日據代表的房子 我就想到剛剛做豆腐的 那個店面 髒髒的 然後做出來豆腐 再怎麼好吃 還是有食安的疑慮 所以看到這樣子 我不想進去 跟我太太有一點爭執 說 看到這房子 我就不想進去 再做什麼好吃的豆腐 我都不想要 結果 我太太下去 我就找到出來 就跟我講 你可能也倒到他的後面看看 我說好 那我就繞過去 我繞過去 你看 這農場的後面 原來 那個日據時代房子 是破舊不要的 可是繞過去以後 我看到畫了一個布條 寫著自然原地 看了一個綠色黃色的巨人 所以第一次看到這個黃色巨人 我看到一個是賣那個 和綠他命F藥本的一家工廠 或公司 所以我想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才不想到 可是後來 又有一個東西 吸引我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自然原地的下面 有幾個字 他寫著什麼呢 他使用的黃豆為綠基因改造 過程不使用農藥去發尖為料 看到這個 我就開始好奇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做豆腐的地方 為什麼在花蓮受風這樣的 那個 廢棄的農場 以前是做醬油的 現在已經都荒廢掉了 這樣的舊農場做豆腐 你賣給誰 結果過去 繼續 我才走進去 我看到一個東西 我就知道 我來到一個 要顛覆我過去 認識豆腐的 一個世界的開始 一看到旁邊 我就看到了鋼板 以前我看到的 豆腐經動木板做的 我看到的是 透氣的鋼板 鋼板做豆腐 好處在哪裡 豆腐壓制出來以後 鋼板拿去清洗 在陽光下一賽 當天就可以殺菌 弄得很乾淨 當然我進去以後 我就看到兩個年輕人 這兩個年輕人就告訴我 他們 他們進到豆腐工廠 全部穿著 好像在穿 武俊飾 穿白色的衣服進去裡面 做豆腐 做豆腐像做實驗一樣進去 好我就開始好奇 這兩個年輕人 其實他們兩個都是科技公司哥 也不是退休 做到一半 每天被科技的工作做的壓力壓得很大的時候 做不了 然後其中一個又是吃素的 那吃素的 他每天去素食店吃魚吃 因為素食店豆腐製品很多 吃到豆腐製品吃到後來 他就覺得 可能是那個豆腐製品不是很好 他吃起來就覺得整個胃怪怪的 或是吃起來很不舒服 他只好自己去找豆腐製品 或自己來製作 這個也是他門生的一個想法 就是離開自己的政治 想要去從事跟豆腐相關的工作 那時候還沒想到豆腐這類的東西 結果他們兩個人就去旅行 旅行旅行 從西洋漢又做豆腐製品 他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要找到好的水 所以剛剛你看到有一個電線 逆滲透水 水質一定要好 於是他們找找找 有一天他們來到花蓮 那是一個非常浪漫的故事 這兩年輕人浪漫到什麼地步 他們來到花蓮壽工 就是東法大學附近的壽工農場 他們喝那個水的時候 他們才注意到花蓮的水 比漆海外的水 比較硬 這是屬於比較硬的硬水 是屬於弱淺水 這種弱淺水基本上就是 會有濕灰質比較重 所以那個水如果煮完了 喝完了 有時候煮久了 用久了 你會看到底部 就會有碳酸鈣 白色的碳酸鈣 可是這種弱淺水呢 遇到黃豆的時候 它會逼死我們所熟悉的黃豆 釋放出更多的蛋白質 營養會比較高 他們會發現這樣子 花蓮的硬水 雖然對人體日常喝 有人會不喜歡 要過濾 可是對做豆腐來講 這樣的水太棒了 於是他們兩個就天真浪漫的 就決定在壽溫那個地方 把這個舊的農場 買一間下來 開始賣豆 賣豆花 而且賣的也不是很便宜的 因為他們進口的是飛機改的黃豆 從加拿大進來飛機改黃豆 在花蓮賣一貫55塊或60塊 不只更貴 就是比現在我們看到的豆 都更貴的豆漿 賣更貴的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在花蓮 你賣給誰 花蓮的人口可能不到10萬 買他豆腐豆花的 因為月花這麼高 搬下來去買的 又更少 所以他們做的時候非常辛苦 因為他在跟我介紹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 他旁邊還在放收音機 還在放股票的那個數字 在放股票 我說你也在聽股票 我說對 我說你聽股票 那你做這種比較基改 非基改的黃豆 做豆花豆腐我覺得很怪 他說沒辦法 炒上司機沒有人買 所以要一邊踢股票賺一些錢 好 那這個是一個笑話 可是在他們身上 我是看到一種浪漫 那種浪漫就是 因為我就問他們 你豆腐做好了 你都送出去哪裡 我說豆腐如果沒有芳母劑 沒有芳母可能說不加芳母劑 我就不懂 沒有芳母劑 所以說花蓮消費的人口 絕對也沒辦法支撐這家工廠 所以他們要把豆腐跟豆類製品 送到北部來 可是送到北部來 我們也知道 用火車 最主要火車 輔火車 送到北部來 至少都要兩天一夜的時間 一天兩 至少一天一時間 那要很長 那你 你的工廠在花蓮收工廠 這個條件就不如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在台北市我要消費 工廠設在新裝 我在新店 我就可能 歸拜了怎樣 鎖版那個運送的時間 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在花蓮收工廠 然後 這樣的工廠 我用比較 港廠實驗式的方法 的一種設備的方式 讓我東西乾淨的時候 我的豆類製品 不管哪一類製品 可以放得比較久 所以圍岸田 就在西海岸 我們就會看到 我這一段是 我上個月喝了一半 我才知道 快點把它拍起來 沒有讓你們知道 它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拍出來是 是現在樣子 當然實驗挺不適 我只能告訴你 這十年來 這一家 在花蓮收工廠 這麼遙遠的 離我們 非常遙遠的 一家店面 兩個年輕人 因為食安的 威脅 食安的壓力 他們想著自己吃素 要吃更好的健康的食品 他們自己去創立了 一家豆漿公司 豆漿公司 在遙遠的花蓮收工廠 不是在台北這個地方 從那遙遠的地方開始成立 慢慢的居然被出口到現在 那是非常難的 如果這一家公司 它剛剛我講的所有的信念 都是在台北旁邊的一個衛星城市 十三一桶和 我剛剛講的新莊 這裡成立的話 像民風 祖國靈魂合作的民風 最有名 他就在 他在新莊就 做 當然 對他講公司的 這個距離 就讓他 很容易就站起來 可是家瑋萬平 居然在受銅槍 還能夠出口到現在 這是他們家非常珍穩的 還有他用鋼板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已經顛覆了幾千年來 我們用木頭 做豆腐的一種想像 那為什麼用做豆腐想像 比如說鴨子 做豆腐木板做 當然比較好吃 可是因為現在大量生長 每天都要吃豆類製品的時候 用木板做豆腐本身 除非是你自己做給自己吃的 不然你豆腐用木板做 每天要用那個木板 就是個問題 你也不可能每天換個木板 所以最好是用鋼板 鋼板 鋼板絕對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這個是 對於未來的老闆 或者我 都突然間覺得鋼板做豆 恐怕是未來的趨勢 可是那個時候 知道這個系列不帶回到台北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挑戰的就是 那主戶聯本 最詮調十三個問題的主戶聯本 會不會 他跟民風合作 有一家非常的民風 民風到外就是十三個問題 我就想問民風這家店 他做豆腐是用什麼樣的 是不是用木板呢 還是鋼板 所以那時候 我曾經報名主戶聯本的 一個參訪團 要去新莊去參觀 結果我被打回票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主戶 我不是主戶的話 我就要請往太太去 太太就幫我拍了一張回來 拍了一張回來 就是民風的照片 就是2013年 拍了一張他們做的豆刀的一個照片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也選擇了什麼 鋼板做豆類治理 這是我所看到的一個台灣在改變的 就是對豆類治理 他在開始考慮食安問題的時候 會有這些改變 更有趣的 不是這樣的跟主戶聯盟長期七座的一個公司 因為以前常常講這個題目 講這個故事 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張 讓我比較會感動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左營 舉辦市場 2013年7月5號 在一個傳統市場 傳統市場裡面怎樣 有人用鋼板做豆 看到用鋼板做豆 你現在傳統市場一直到今天 你到傳統市場去看 幾乎都還是不同比較多 可是這家左營市場 他願意用鋼板 表示什麼 他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好 這是我今天的第一個故事 我常常把這種 飛機改防豆 做豆的治理的故事 在Tech這樣的場合 用短短的事物文中 講給很多人聽 希望能夠改變大家 對食安有一個新的觀念的開始 有一次 我也是在Tech這樣的場合 講給很多年輕人聽 我講菜市場裡面的鬥 可是我早錯了一下 講錯故事 因為 就像各位年輕的各位同學 你們很少去傳統市場買菜 你也不會對傳統市場的興趣 所以我想這個題目 有一點點是 我如果講給主婦聯本的媽媽 他們應該會非常興趣聽這個題目 你們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的時候 我會有點緊張 我有點流汗 為什麼 因為我遲到這個題目 你們不一定喜歡 可是我必須講 為什麼要講 主要是接下來會有第二個故事 這個第二故事連結著第一個故事 怎麼連結呢 我記得那一次 我到一個年輕人場合 講15分鐘左右 關於菜市場的鬥牛的故事的時候 因為那是一個像Tech的那樣子 一場一場的講笑 每一場都是掌聲如冷鬥牛的時候 沒有掌聲 所以我講的時候 講得越講越心虛 講到後來 有一點 落荒而逃 那時候記得是在華山特區 華山的那個酒廠 那個大名 那時候整個按下來 叫完了 沒有掌聲 我走出去 推開華山那個酒廠的大名 那推開的時候 陽光進來的時候 我有一種被禍大社出獄的感覺 覺得 哇 從此人生光明變 從此可以不用跟年輕人講鬥 我再也不要講 就一打開來 雖然沒有掌聲 我打開的時候 我後面有一個人 叫住我 他說 劉老師等一下 我說是誰 打開了是一個女孩子 跑過來 那給我張明片 張明片 張明片 開始了今天的第二個故事 好 這第二個故事 這個要看下去 看不下去了 這第二個故事是 叫做 就是這個女孩子開始的題目 題目叫做 我訂一個題目叫三小四集的情報 三小四集是一張明片裡面就寫著 三小四集 不是小三龍 是三小 那三小四集 這個女孩子拿給我的時候 他說 他說 他把他名字寫在後面 是一個姓李同學 他說他還是大學生 雲林 科大 四年級的學生 他說 他是這一間四集的發起人 希望有一天 我能夠到三小四集 去看看他的市場 就是我講的傳統市場 大家想去看 因為他覺得他的傳統市場 他創辦的傳統市場 會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聽的是 點點頭說 至少有一個人回應 他既然這樣子來回答我 我當然要回報他 所以我記得這件事情 有一天 大概在過年前去 我就來到了三小四集 找到這位姓李的同學 這是他創辦的 那為什麼叫三小四集 因為這個四集 非常的小 只有三間茅草樓 大概那一天我記得 只有七攤 那這個三小四集 是因為這邊有三棟 木磚 紅磚的房子 是公家抖六的 雲林抖六這個鎮的一個 當時的一個官設的一個倉庫的樣子 但後來因為 在這裡因為大家丟垃圾 什麼 丟一些廢棄物 使得這裡變得非常髒 亂 流浪漢也在這裡尋聚 所以 抖六師生 雲林獻子 其實非常髒 就把他開放出去 結果這個學生 就跟他的同學 雲科大的同學 他們就去努力把這個地牢 飆下來 飆下來做什麼 飆下來之後 他們已經有一個想法 那個想法非常有趣 因為這位同學 他是從台北 不知道為什麼讀書 就讀到雲科大 這比較少 他們都是台南的 南部的人來台北讀書 他不是 他是從台北下去讀書 那下去讀書的時候 其實到大事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 緊張在哪裡 因為雲科大 他們讀的是那種所謂的行銷 這類的科系 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 可是他們 在那種地方 他會接觸到農業 接觸到農業的時候 就要讓行銷 觀光證明的一些知識 使得太大事的時候 就開始走出來 開始想一個東西 就是 雲林是整個台灣的後院 農產的後院 大發炎 當 台北 台中 在 十年前 開始 或八九年前 開始有所謂的 農務市集 爸爸台大也有 每個地方都有農務市集的時候 雲林這個農業大縣 居然沒有 有機無毒的農務市集 他們還是傳統的市場 他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雲林應該試看看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三小事情 這個地方把它整理出一口 把它進來 把它弄成一個農學的共學市場 有機市集剛開始出來 並不是賣有機的食物給大家 或是賣好的安心的健康的食材 給每一個人家庭去使用 剛開始那個理想性非常高 怎麼樣理想性呢 他理想性是 第一個 他把賣菜的人 帶來 從事友善工作的 有機工作的人來這裡賣菜之外 當他結束的時候 通常在中午 會有一個共學堂 找一個人來聊農業生產的問題 聊一些行銷的問題 就是會有一些學習 所以農務市集本身就是一堂 除了賣菜賣什麼水果之外 他還是一個學習的課程的地方 他們是有這樣的一種 共死共學共好的一種 這樣的一個理想 三教士集就是這樣子 他跟他的同學創辦 但是畢竟是大學生 一創辦 會吸引攤位很少 大家會打個鬧 但他至少帶來的 大概六到七灘 那這六到七灘 到底好不好呢 他說 來到那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然後我就會問 每一攤去買它的時候 我就會問東問西 那這種問東問西 譬如說 我遇到一攤就是賣香蕉 那我就會問他 你這個香蕉你怎麼在做 你的香蕉的種類是誰樣子 然後賣的人 通常有機能過自己 站在後面賣的人 很多現在的辮子 都會請工讀生學生 搞不好自己 也被人有請過 全面賣東西 通常如果後面賣的人 不是生產者 不是處理熟悉這個產業的人 賣的東西 這不是就已經失去了 有機市集的本意 不到三角市集的時候 我看到六攤或七攤的湯類 所有賣的人 基本上 本身就是農屋 本身就是生產者 所以我買香蕉的那個人 他會告訴我 香蕉大概有 在台灣大概有 我台灣有一個香蕉研究所 台灣的香蕉大概有五六十九品種 他這裡擺了幾種 他可以講一大堆香蕉的客人 如果沒有人在買 他要跟我們聊得更多 香蕉賣的是這樣子 然後隔壁一個是賣醬油的 賣醬油的 賣醬油的 我會跟他聊 後來那個醬油 現在已經是全台灣最好的一家醬油 叫做玉鼎芯 玉是那個 就是 一個蟹糖的一個吃 一個玉鼎 鼎是 康鼎製作的玉鼎芯 傳統玉鼎芯的 手工柴燒醬油 現在好像是國內的一個 非常注意的品牌 他也是雲林代表的醬油 可是當時 八年前九年前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那這家醬油的老闆 親自在後面講這個醬油的時候 他還在講說 就這樣子賣下去 是不是以後就不賣了 還好食安救了他 食安以後大家對醬油害怕 大家都願意花高一點的酒去買 所以他就協議寬真了 好 那不管怎樣 我這六湯都訪問完了 發現 這三小事情 這位同學 這位理性的同學 這位女同學 他非常容許 他可以把 他認為最好的 都是有從事 有信念的人 來這裡擺這六湯 雖然只有小小的六湯 買的人也不多 可是他們正在起步 已經走出來 當然最讓我驚喜的是 最後一湯 穿紅飄紋的 藍色衣服的 以及穿黃色 襯衫的 這兩個年輕人 他們開了一部小化財車 但是那是第三個故事 我待會會講 我先把第二個故事繼續傳下去 這個理性的同學 他叫李怡倩 這個理性的同學 這個三小事情之後 我們從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好奇 他怎麼會對 一個台北人女孩子 怎麼會跑到這裡 開始對農業產生興趣 他當然是 邊學邊做 這裡有幾張是海報 正有他同意給我用 就是說 三小事情 大概就是下面的介紹 他們會開始注意學習 什麼時候無毒的 有害的 有機的農產 開始在營營 其實在做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 一個大學生 基本上不是生產者 你不是生產者 你去跟農屋對話 其實你是比較弱勢的 或者 你必須要有一套 很厲害的 整合行銷的理念 還有包括說 自己要不斷的願衝持知識 要有 跟農屋對話努力 什麼跟農屋對話努力 怎麼說呢 譬如說 今天農屋在講苦瓜 他白色的苦瓜 他覺得白色的苦瓜 他有一些 要長得好 有一些小的瓜 他要摘掉 他要長得比較好 可是你就說 聽聞說 可是小的苦瓜 也可以拿來做其他的用途 你必須 他覺得聽了有道理 你必須要跟他對話努力 那這個對話努力 就是你要不斷的學 不斷的學說 苦瓜的虛 摘掉苦瓜長得好 那虛 苦瓜的虛 可以拿來當炒菜 做另外的食材 他 在後面就一個一個的學 學習這個東西 可是在雲林這個地方 你做一個小年輕人 你如果只是懂這些東西 還是不夠的 你還有 有一種叫做婦兒式的學習 什麼叫婦兒式學習 他學習農產 可是他還要同時行銷包裝以外 他還有一個是 他要對地方的歷史文化武器 也要有一個基礎性的認識 什麼基礎性認識 譬如說他們在比你的陡六 有一條陡六的老街 陡六的老街日去時代就有了 那你一個台北女孩 一個同學跑來這裡 你對陡六的歷史 你也不熟啊 你也不是這裡出生的 你怎麼對陡六老街有情感呢 這當然要學習 他就這樣 一架這個時候跟著大家討好 那為什麼要去把陡六老街的文化要認識 因為當你在談農產的時候 你談到這個陡六老街 你對他的情感的時候 歷史文化跟農產結合起來 那個力量會更強大 人家會覺得 你這個同學 你雖然台北來的 可是你有種在地的精神 你已經內化為一個 雲林的陡六人 大家會更認同你 農務會更支持你 我覺得李建 他把每一樣雲林的元素 都充分的利用到 這個比較多 而且他不是自己用 他去誇了這麼多的年輕人 一個縣市 我們除了在台北 台中這種大都會以外 你要誇一群年輕人 去在一個鄉下 不要說抖六老 像這樣的小鎮 都非常非常困難 而且在幫他們都有工作 他們在畫面裡面 他們有在大家來吃東西 透過吃來討論食材的問題 這是一個給你看到的畫面 就是他們有這麼一個工作團隊 好 那給各位看其中一個故事 這是有一天 大概三年前 他記得這張照片給我 這張照片只是一種水果 你們看到 這個就是一種黃色的水果 可能叫香瓜 可是對我來講 不是 這個時候 他介紹我說 老師你看過這種花嗎 這是中部地方 才有的 叫做奶阿龜 什麼叫奶阿龜 就是台灣在1960年代 1970年代 台灣最貧窮的時候 有一種水果 就是這種水果 皮薄 很好吃 但是 他大概在1980年代的時候 大概在1970年代中旬的時候 他就被一種瓜 把他側給打開 那個瓜叫做美濃瓜 美濃瓜 我唱這樣心 美濃瓜就像林志林 這種瓜就像白天冰 你現在就把他打烤 為什麼 因為美濃瓜 漂亮好吃 然後又可以放個酒 美濃瓜 這種香瓜 放一個禮拜 那你不出去 整個就丟在馬路上 便秘其密 可是美濃瓜不是 美濃瓜可以放兩個禮拜 你如果削過美濃瓜 就知道他皮比較厚 可是這種農瓜 因為可以放個酒 可以賣得比較久的時候 對農民來講 這個收割就 比較喜歡 所以美濃瓜 在那個年代裡面 就逐漸把這種香瓜 這種叫萊芽 把他整個打開 從此我們就看不到這種萊芽 可是他為什麼寄給我 因為他在營運 辦一個學日等 這些年輕人就辦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 雲林的食材通訊 什麼叫食材通訊 就是雲林有什麼樣的農作 他們就用雜誌 來發給所有的農民 跟消費者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新產品 或一個舊的產品 他正在研發出來 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或注意到他 這個萊芽灰 他就寄給我 是因為 他知道 我是中部人 我曾經一起為民方 介紹萊芽灰 這種消失的瓜果 台灣有很多水果 台灣的 台灣是這樣子 蔬菜還不會怎樣 水果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 跟以歌星套派差不多的一個行業 那個蓮霧 我們現在知道的黑珍珠 連金剛都把過去的蓮霧打敗了 我們過去很多水果都被打敗 都是因為有更新的水果出來 那萊芽灰就是被美濃瓜打敗 那萊芽灰被打敗以後 是不是消失了 不會 我們的一些農哀長 會把那個原生品種留在哪裡 結果這個李倩老選 就把這個原生品種 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 他做了一個動作 他把它復活 把它找回來摘作 重新製作什麼 製作一些印製物 把復古的萊芽灰 再把它摘作得更好 開始來試著重新再行銷 把這個復古的職位再做出來 當然 我後來試試當然 不是很成功 但從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個年輕人 他本身在做這種實務的想像跟創意 跟要把舊東西再帶回來 他在這裡也在著墨一個可能性 可是他最鼓勵的是 我最近看到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有一個創意 各位現在看到這段畫面 因為這個團隊 因為他不斷地在用食物跟農產來跟 跟著新的生活做一個更有趣的結合 最近有一家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家叫做當兵的 如果有人當兵就知道 這邊畫了一個當兵的圖 當兵有當兵的罐頭 食物 餅乾跟他的糧食 他們就找上這家專門製作 軍糧的工廠跟他們合作 把他創意化 所以你看到這個當兵人吃的豬肉 紅燒油料 這些用一種比較有可愛的 可愛的東西做出來的時候 這個軍糧 就不只是當兵人想到吃而已 或者他也會在市場 變成一個流行的商品 他就試著去做這樣的一個包裝 這個是我看到會心底下 會心底下在哪裡 因為他會想到去阿兵哥吃的東西 把阿兵哥吃的東西 把他也給他一種比較現代的流行化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很多很多透過年輕的想像 去把一些東西重新給他 一種帶他不要的東西 給他付出一個新的生命 上禮拜他更添出一張 謝謝這些人 就是說他這十年來 當然不只這些人 他把所有他所認識的這些農夫 謝出來謝謝他們 不管是有機的 無獨跟做的 友善跟做的 這些雲林在地的農務們 這些大哥大姐們 都是他們的老師 他們一邊學習 一邊走向更好的一個可能性 這是一個三小事情的創辦人 在大學四年級創辦人 現在已經三十出頭了 還在做這件事情 還熱情不明 但我覺得他最重要是 這十年來他學到一種熱情 對食物對農產的熱情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我覺得未來他應該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這是其中今天的第二個故事 那第三個故事 就是還是跟三小事情有關 我把定義就是說 來自西魯的麵包車 回到這張畫面 我要講的就是 這張畫面裡面 第七攤 我本來念六攤 第七攤就是這一輛麵包車 來自西魯的麵包車 我逛了六攤 逛完了 香蕉也看了 醬油也看了 泥也看了 蔬菜也買了 來到這個麵包車 我又有點困惑 因為 一般 我們所參觀的有機農物是 在巴黎前或七年前 可能有很多的賣很多的東西 但絕對不會有滷味彈 也不會有什麼麵包彈 麵包車 麵包車 你要做麵包 一個小麥 小麟 小麟做出來麵包 不好吃 還在摸索 所以有一個麵包車在那裡 我總是覺得奇怪 可是我就就請看一下 看什麼呢 他們忍不上 我就開始看 看那個攤位 做麵包的攤位 還有這輛麵包車 那時候不好意思 是因為 我走到那裡的時候 他已經在前面 他給我試吃 我吃了一口以後 就覺得 不好意思 不能吃完就跑掉了 所以就在那邊晃 就晃 就晃就碰出一個麵蛋 晃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後車這樣打開來 我看到那個木頭 那個木頭很新 木頭很新 我就靠過去 仔細研究一下 結果一發現 不得了 這木頭聞起來有一種 好像是Hinoki的味道 那怎麼可能 麵包吃的麵包 用Hinoki的木頭 做成麵包醬 去賣麵包 我不太陽性 會不會他噴了什麼 跟Hinoki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跑去 問 賣場麵包的這個年輕人 結果一問 他們說 是的 他的麵包醬 是用檜木做的 我說 你用麵包醬 你的麵包用檜木做的 我就想說 一般檜木要做這種椅子 我都捨不得做 因為太貴了 你怎麼去做麵包醬 他說 因為我老家 他老家在西遊老街 那個舊王子 都沒有人要 他就把那個門板拆下來 門板拆下來 就請失誤 把他拋一拋 就做成麵包醬 所以他就 用檜木的麵包醬 來賣麵包 這是我聽過最瘋狂的事情 把百年老屋的門拆下來 去做麵包醬 去賣麵包 就是這位 這位穿 藍色紅色大快裝的 這位同學 他叫做浩子 我叫浩子 這個浩子 會這樣子 我就覺得 你這樣子 他講完的時候 我就很敏感 因為他還在切麵包 那切麵包的時候 下面不是也有一個木頭嗎 這個木頭我看的也很敏感 切木頭這個地方 我就問說 你麵包 用檜木做的麵包醬 你這個看起來像百寶箱的 是怎麼回事 他說這是百年老屋裡面 阿嬤的百寶箱 他看沒有什麼用 就拿來這裡 我說拿來這裡做什麼 他說因為他切麵包高度太低 把它架起來高高的 看適合切麵包 我聽了又是暈倒 為什麼 你居然把阿嬤的百寶箱 那多重要的東西 你居然拿來當作張板 這墊板墊在那裡 好 這是我跟他這個賣麵包的年輕人 浩子哥第一回接觸 接下來我就開始問他 你跟你同學 剛剛那個窗簧的同學 你怎麼會在這裡賣麵包 他說因為李宜倩 李宜倩就是左邊這位 這位同學 這個羽柯大這位同學 邀我來我就來了 他說其他人賣的都是有機的 這個無毒的東西 那你賣的麵包 麵包有可能好到讓人家邀請來嗎 他說有啊 我們賣的都是 我們都用小麥做的麵包 怎樣把本土小麥 他講的時候 我是聽不太進去 因為我覺得他太年輕了 講這個話 本土小麥 我想到是台中的小 台灣的小麥 那個時候也沒多少加 而且台灣的小麥做出來 有沒有做出好的麵包 我是聽不進去 但也姑且聽之 然後就問他 那你們哪裡畢業的 他說他跟他同學是高雄參理大學 畢業才一年 那時候畢業一年 你們老師是誰 他就唸了一堆人 把報告給搞住 唸完了 幫他說 那你們怎麼會開一輛麵包車 來這裡賣麵包 平常 他就說 他們賣麵包車 因為他是雲林 西羅人 他賣麵包只在四個地點 西羅 抖六 還有虎尾 還有輪內 我說為什麼這四個地點要跑 他說因為雲林人 吃麵包的比較少 而且他們在賣零年 不知道誰喜歡買麵包 所以四個地點要跑 他們想說 有一天 如果這個地方賣的特別多 他就早就定下來 那開著麵包車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一個麵包 老師說 你不要每一個人都想要像你保存一樣 去拿到世界冠軍的麵包 這種人 大家都在競爭 去的每一個 一千個可能搞不好只有一個 可是開著麵包車 到鄉下去 但是你不要賣那個十塊錢一個的麵包 我現在整個七海 你去所有的小城去買麵包 都是一個十塊錢 甚至十塊錢可以買到兩個 這樣的麵包 他的成分 品質 可能 都會是個問題 或說不是那麼好 你們應該去賣好的麵包 給這些純正的證明 去吃好一點麵包 但是他要開著什麼 一輛小山車 小發財 於是他買了一輛二手小發財 就要到處跑 終於跑到這裡來 因為 這個女儀倩 這位女士 看到他們 可能有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去決定找他們 到底哪裡好呢 我在那裡還是想繼續問 然後看著的時候 我就問他一件事情 因為我看到他的車子後面 跟他的餐桌的前面 都擺了一盆花 所以我就很敏感說 你這盆花放在那裡做什麼 他跟我講說 我放這盆花 他說擺一盆花在那裡 我如果賣麵包 會賣得更好 也比較有氣質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賣豬肉 旁邊擺一盆花 應該也會賣比較好 這個是我學到的道理 好 可是那天我比較等級 我說你擺的那盆是菊花 這一盆是菊花 我說你怎麼會擺一盆菊花 第二次 那個擺盆的這個雕像都沒有撕下來 哇就尷尬 他就把他拿掉 就擺個菊花在那裡 賣麵包 他不曉得怎麼隨便買 好 那講完了 講完之後 因為他給我四次麵包 我抱歉很早就離開 可是我又不太想 也不曉得好不好吃 我就從那個鐵罐子 他這裡有一個鐵罐子 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卡套路 就是木魯 就把木魯拿出來 那裡面有他的烘焙工作坊的名字 我看到以後我嚇一跳 我就拿給這個年輕人看 請問一下 這一間麵包烘焙工作坊的名字 就是你們麵包店的店員嗎 他說對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低估一件事情 我說天啊 全世界最難聽的麵包店的名字被你們取到了 聽完他就笑一笑 你知道他取什麼名字嗎 那這名字叫做 梅 納 碗 印 烘焙工作坊 什麼叫梅納反應 那個梅是梅子的梅 那梅子的那 梅納反應烘焙工作坊 梅納反應我第一個聽到就是化學效應 為什麼要講這種比較像化學名字 如果起烘焙工作坊 你還會以為是一家什麼化學工廠 他起了梅納反應 當你打梅納反應 你就會往他明白 為什麼 因為你做麵包 揉一揉 揉到一陣子 你就會丟在那裡 讓它自然發酵 這個自然發酵的過程 做麵包都知道 那個叫做梅納反應 他太喜歡 他們覺得這名字太好了 就把這個名字拿去 當作 烘焙碼的名字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梅納反應 烘焙工作坊 他們就這樣去 可是老實講 幾乎每個人都會忘記這個名字 記不起來 只有你記得是烘焙工作坊 麵包店 好 那他只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他 因為是個暮露 暮露裡面列了二三十種 那二三十種裡面 蛋糕 餅乾 吐司 列一列大杯什麼 波羅 麵包什麼 你可以想像的麵包 蛋糕 然後他幾乎都列出來 然後我就問他 你的特色在哪裡 一個麵包餐車 一定有他特色的東西 他一時也講得出來 那我心裡又在想一件事情 當你的烘焙工作坊 一大堆的麵包都出來的時候 表示怎樣 你沒有特色 你沒有自己的主打的東西 就列一大堆 好像你很厲害 其實一點都不行 我那時候猜也是這樣子 所以看完這個東西 有一點搖頭 可是接下來 那張錄的下面 有一百字的文章 一篇一百字喔 大概一百字左右 那個字啊 大概有兩百字 那一百字裡面 吸引了我 尤其是最後的兩段 讓我震驚到 我從此看 因為那兩段話 跟他們也繼續 一直在聯絡 那一百字裡面到底寫什麼呢 會讓人家感動呢 因為看完那兩段 那一段話 那一百字的時候 我相信那一百字 絕對不是這兩個年輕人 或者他老師 我懷疑是不是他老師 叫他們 他們寫這樣的宣傳的行銷文字 他第一段開始 是這樣子 我們不用相簽 不用防護器 那這個話 在那個十萬人年代裡面 這些話 幾乎每家麵包店都會寫這個 不用相簽 不用防護器 所以他也寫了沒什麼 可是最後兩段話 讓我震驚 第一段話是這樣寫 我們要本土小麥 做為其中的材料 我想要本土小麥 哪裡的本土小麥 台中大雅有小麥 那時候台灣的小麥 還沒有那麼多 但這十年來 雜糧在座 在貴校的很多老師也提倡 雜糧在座的時候 使現在台灣的小麥 從台中大雅 彰化的大城 一直到東港 一直到台南學獎 其實小麥到處都有 可是那個時候 只有兩三家 所以他寫本土小麥 我覺得這個文字是不是假的 他在那邊宣傳 當然也不敢斷定說他是假的 看了看還是笑一下 但是弄了一下 他居然敢起這樣子 有點大膽 那時候想是這樣子 那接著第二段話 也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第二段話 他怎麼說 我們用的雞蛋 因為麵包一定要做雞蛋 他說我們用的雞蛋 是用友善雞汁生產下來的雞蛋作為食材 友善雞汁 什麼樣的友善 我記得那個字是友善 我看完以後 我第一個想說 這個是主婦聯門 主婦聯門才會寫友善雞汁 主婦聯門 他在買雞蛋 主婦聯門也有賣雞蛋 你去那個丁州路那邊看 那邊賣雞蛋 在十年前 現在可能還是這樣子 他賣的蛋 他不會寫 有雞蛋的三個字 主婦聯門寫的是友善雞汁生下來的蛋 他不會寫友善雞蛋 可是我們到很多的傳統超市 或者超級市場 你常常看到很多人寫牌子 都寫什麼 友善雞蛋 把這三個字連在一起 這是很大的 因為大概在八年前 我們特別為了友善雞蛋 這三個字 特別去整個全台灣去問了一下 當時友善雞蛋 只有兩家 一家在台南 另外一家在哪裡 有兩家 是真正的台灣 達到友善雞蛋 所謂友善雞蛋是什麼 這個雞啊 第一 他不能關在籠子裡面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要友善 要引人性 要引到關懷 所以雞也要引到關懷 雞不能關在籠子裡 第一 雞不能關在籠子裡 他要在操場上跑 生下雞蛋 第二 每一隻雞生的蛋 是要一個小格樓套盤給他生蛋的 你可以去蛋 你要拿蛋 不是滾下來的蛋 滾在一個 一排的水溝 你是要到 那個 李康的那個草裡面去拿蛋 第三 這個雞 一定要吃有雞的食物 這就麻煩了 因為很多的飼料食材 不一定是有雞的 所以有雞蛋的行程 不只是雞要快樂健康 他吃了食物 也要是合物的 所以有雞蛋很困難 甚至有人更嚴格要求 這些雞蛋生活裡面 要跟你們一樣 要聽古典音樂 那這是太過分了 好 反正有雞蛋 他的條件很嚴格 所以全台灣在 他們在十年前 達到有雞蛋的 只有兩家 主護聯盟 他也很謹慎 他會寫 友善食材下 這個雞 生下來的蛋 他會寫得像是很客氣 或者說他很謹慎的 面對這個蛋的問題 每天要吃的雞蛋 可是這兩個年輕人 他怎麼會把這文字也會寫在他的不怎麼樣的陌路下面 這一百個字裡面 最後一句話會寫雞蛋 是友善的呢 他絕對不是一個才畢業一年的寫得出來的 他到底是誰的老師 我當然非常好奇 後來一細問才知道 原來他媽媽 是退休老師 在台南的白河 從事自然農場 在座 然後他有一群 背後有一群 也是用退休的公教人員幫忙 支持 所以他才能夠拿到 比別人更容易 拿到友善極致的蛋 可是小麥呢 那個卡拉洛工 我後來帶回家 我收在我的口袋裡面 回家的時候再打開玩 我就開始打 沒那環應 烘焙工作 打進去 點出 因為他才創業一名 所以我一下就把他一年的資料 整個看完 我看完為什麼那麼認真看完 我在他的臉書裡面 尋找小麥店 你講你有小麥 那我找一下 就找找找 我至少看到山樹 都是在種小麥的故事 原來是他媽媽在種小麥 那這個母親也沒到不起 這個母親大概也有雜臉的意思 台灣要多一點雜臉 他們也種小麥 所以他也有小麥 作為他的麵包的 材料之一 這個時候我畫滿明白的 也對這兩個年輕人 產生素然奇勁 非常感動 那一天我把他整個看完以後 還有另外一個收入 因為賣麵包啊 通常到了七月或八月的時候 暑假比較是淡季 麵包比較賣不出去 你在城裡面 我不曉得你吃麵包怎樣 你在城裡面麵包賣不出去 還不明顯 你到鄉下 沒有人在吃麵包的 暑假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西螺 對烘焙烏烏重行的年輕人 就沒有生意了 跑來個地方都賣不出去 所以那七月八月的時候 他們第一年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情 幹脆出口去遊選 這個浩子呢就跑去歐洲 跑去歐洲當什麼 去怎麼游選呢 他的游選是把所有歐洲的重要的 知名的麵包店都去走逛 他是麵包知名 每一間都去走 可是麵包不是那麼便宜 你走進去都很貴的 那個Paul的麵包都很貴 所以他進去裡面都是放一放 拿人家的Catalog 有時候有試吃就吃一下 他不可能每次都吃到 可是他把所有麵包店就這樣走走走走走 有一天 他走到一家英國社區的小麵包店 他走進去以後 一樣沒有錢買人家的麵包 人家也不願意試吃 所以他就跟我一樣 他還去把人家的Catalog 目錄啊 拿一張出來回來 回來又在女社 就開始看那個原文 開始看 那個標題非常好玩 標題是這樣寫說 希望 就是那個社區 那個在社區開的麵包店說 希望你們支持一家社區麵包店 讓我們永遠有機會在這個社區為大家服務 用這裡的食材 我們絕對不會變成一間連鎖店 讓我們來照 標題我這樣想起來 標題不是寫這樣子 標題寫 讓我們來一場 麵包的文藝復興運動 什麼叫麵包的文藝復興運動呢 他看到這名字就很好就讀下去 原來 內容是這樣寫說 曾幾何時 我們英國就在那個地方 變成了麵包連鎖店的地方 你到每一個城鎮 你看到的都是那些麵包連鎖店 沒有一家社區麵包店在那裡 待個三四年 希望這樣的機會 他們這家店會有機會 他們是這樣講 其實讀這一張 不要說 這位年輕的浩子同學 年輕人 他有這樣的共鳴 會覺得很正分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 你買過麵包的 你去台北市的店面買 你以為遇到這樣的情形 麵包店 連鎖店越來越多 有個性的一間間的 獨立的麵包店 越來越少 如同是社區 所以看到這個以後 他就有一種 有威者易落似 有同志園圓方法 那種感覺 整個都基底刻他出來了 他覺得這就是他要的 因為他要 所以他回來了 他就覺得 他的麵包餐車 希望有一天 不要四個線紙都好 就跑一個地方 就在那裡賣就好 最好在西羅老家賣 他當時已經怎麼想法已經出來 他這個想法出來之後 我突然他的臉書 隔一年 就非常非常感動 然後我就開始寫了一篇文章 你們可能在Google裡面 一定有看過這篇文章 就說 來自西羅的麵包城 我一寫了 我還想說點閱率非常高 但點的都是西羅人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到處喘 因為突然間他們覺得很驕傲 西羅不只是只有環妝醬油 有什麼樣的 什麼那個 那些什麼 九層吹啦 或者說麻粿啦 突然間有一家麵包店 在西羅出現了 那家麵包店叫做梅娜反應 那時候他還注意 特別把他想出來 梅娜反應被控做好 就這樣子爆火 很多人 那陣子 但是西羅老街 還因為一部電影 本來以為這部電影的拍了 他會大賣很多人到西羅老街 西羅老街還封一個月給這個年輕來拍電影 結果沒有轟動 那是周杰倫啦 他曾經在西羅老街拍的電影 沒有轟動 可是沒想到 一輛西羅便抱車 變成了當地 一個參觀的景點 那陣子 這個年輕人 西羅 車子 不用開出西羅 他就在那裡賣 就賣得 嚇嚇嚇 他們從兩個人 突然間 在一年之內 變成八個人的故事 不過這是後話 這個後話 我今天講這個故事 不再講一個成功故事 而是接下來 他們所遇到的一些 讓我覺得很驚豔的 因為這輛便抱車 開始被他們 勤喚之旅 因為被大家知道了 雲嶺現在我把他當作 年輕人反向創業成功的典範 其實這對他講是一個痛苦之旅 雖然是麵包車的全省環島之旅 但也是痛苦之旅 有一個新故鄉 指教堂 指教堂的那個負責人 叫廖家長先生 他於是在臉書貼了一張照片 他說猜看看 下午11月 下午大概3、4點 聽你已經暗了 這一群台北部長長 在做什麼 我們當然猜不出來 在那個葡萄街上 我們怎麼猜得出來 我們大家猜猜 沒過多久 他就貼出一張照片 那位浩子先生 他訂了題目叫做麵包車的關島旅行 第三站奴隸 他的那個阿嬤的白寶箱還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 阿嬤的白寶箱旁邊還弄一盆花 那也不是花 不曉得是什麼花 大概也不是什麼名貴 還是擺一盆花 他還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擺那個白寶箱 因為每個人去都要問他白寶箱在哪裡 所以他感覺就要拿出來 繼續放在那裡 切麵包 好 可是麵包車的環保旅行第三站 我看到這個也嚇一跳 因為他已經爆好了 很多鄉鎮會搖起他 後來我就問他 那你第一站到底去哪裡 結果啊 因為他變成雲林的典範 第一 麵包車的第一趟旅行 是到高雄的旗山 旗山老街 旗山有四個年輕人 在那邊做文職工作 談吉他 賣香蕉 可是他們覺得這個麵包車真的太神奇 邀請他來切桌 來演講 所以他們都不行開自己的麵包車 載著麵包到錦仁老街去 剛開始第一次演講很緊張 不會演講 帶了一堆麵包 麵包先賣 麵包內光了 要演講的時候人都跑光了 所以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他們知道怎麼賣 第二站到嘉義去 開始賣麵包 他就餐車到那裡 人也是很多 因為他們都預告 臉書預告 大家都會去那裡集聚 但是 他先把麵包賣一半 再開始演講 然後講完了再賣下一批麵包 我這樣子聽的就很多 可是 你會覺得賣麵包這值賺錢嗎 可是問題是 你聽聽看 他演講內容是什麼 他不是隨便講說 我的成功經驗 我賣的麵包多好吃 不是 他訂的題目真的是 現在來講就是 又臭又長又硬的內容 叫做 台灣的雜糧互星運動 賣麵包就好 你還談什麼題目 叫做台灣雜糧的互星運動 他在做這個 為什麼 因為母親的教育觀念 讓他覺得雜糧 重想賣如何重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他們 藉著賣麵包來宣傳體驗 就賣到了 麵包之後 第三站埔里的時候 他們還有四五六七 他們想把整個台灣 至少在西海岸到一圈旅行 所以他們很大膽的訂了什麼環島旅行 可是到第三站以後 就警署了 為什麼第三站以後 就錄不下去了 第一 當然我猜應該是警察會檢舉 你賣麵包車 怎麼可以車子在那開始賣 你如果沒有多少人賣 警察也不會管你 可是你變成一個吸引群眾來的時候 大家會有意見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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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的麵包從貝果爪變成巴格隆的時候 他才開業一年多 他撐不了 人事管理是個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看到 吳寶春得到世界冠軍 他麵包連鎖店那麼多的時候 他為什麼 中途他想去新加坡讀書 要去讀經營管理這一套呢 為什麼 做麵包 他是強項 他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麵包 可是經營管理 公司經營管理 是一個問題 他可能沒辦法 他必須找一個CEO來幫他 所以吳寶春還要去讀書 還要去讀研究所到新加坡 為什麼 因為他 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的成長 好 這樣的狀況 也在這個年輕人 當他的公司變成巴格隆的時候 他也遇到 他慌了 但是 他臨時踩個煞車 什麼煞車 大概在五年前 他把 梅納粉印 烘焙工作法 把它結束掉 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簡直不可知 為什麼 你弄到八個人 但在想 你馬上可能會變成連鎖公司 到處賣啊 或者到處經營 就變成一個老闆啊 事業有成啊 都到三十歲 就是一個 台灣麵包的一個企業的一個 然後一個很年輕的 一個代表性人物啊 你為什麼不走這道路 他很誠實面對自己 覺得自己做不來 所以把把 烘焙工作 把它結束掉 可是結束掉 你猜他去哪裡 這個結束掉 最感我震驚的是 他的選擇 這個選擇 我聽到的時候 我自己到現在 都還會雞皮刻他出來 他選擇什麼 把整個台灣 所謂的一切 切八段 切得一塊二斤 自己 拿得 好像不到多少錢 就是半程 對於是半程機票 就飛到德國去了 回到德國做什麼 重新翻一位麵包徒弟 從最精神開始工作起 因為他覺得過去做得不夠紮實 他想從頭再開始 在台灣的授訓 他覺得那個授訓 他所授到麵包的整個養成過程裡面 雖然有很好的 很精彩的 可是你要做得紮實 他覺得 我也不曉得他可能是從哪裡聽到的 他覺得應該到德國學習 從一個麵包徒弟重新做 就我所知道 在第一名的時候 他是被欺負的 你來自台灣 德國對台灣 不是你想像的 台灣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你在對你很好 台灣人對人家很好 不是 你是受盡欺負的 從一個小弟慢慢爬爬爬爬爬 五年了 他現在才變成一個師傅 德國的麵包師傅 正在你 正照終於爬到了 應該再過兩三個月 應該會回到台灣 沒鬧 英雄被我做好 或許 會再重新出來 但也可能 又是新的局面 但不管怎樣 他讓我感動的是 精彩的是 當他在 事業小小有成的時候 他斷掉了 因為他覺得 來得太快 太虛化 第二 他 斷掉了之後 他選擇重新 從基礎工 開始慢慢做起 在德國 因為他覺得 德國那一套 嚴格的訓練 他才能夠成長 受盡的折磨 但是現在 終於 完成了 這是 今天的 第三個故事 透過三個故事 從豆腐 豆花 飛機改的 黃豆的故事 講到 三小事情 那個 年輕的 李倩同學 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籌組這樣的 三小事情 現在已經變成 三小股棍有限公司 也不是市集 現在是三小股棍有限公司 走了十里 之後走出一套 對台雲林的農業 或台灣的一些 舊的食品 重新有一個改造 然後 到了第三個 我們看到這個 年輕的麵包師傅 這樣子的一個 輾轉 折磨 重新回來 三個故事 並不是 有了有成功 有了還沒成功 還在摸索 這三個故事 都是我認識的 年輕人 跟李倩的年輕人 他們 我希望這樣的一些 這樣的成長 或者這樣的土地的活動 能夠給各位 在座同學 有更多的期望 好 就想到這裡 還有其他 接下來會有 二十幾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 提問 我們來交流一下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要從 slide上面 看同學們 問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今天的故事其實是非常的有趣 四個年輕人 還是三個故事 應該是三個年輕人 三個年輕人 三個年輕人 第四個故事 其實跟這個烘焙工作行的這個浩子 這位同學也有關係 因為他交了一個 等於是有一點點 就是行動比較遲緩的一個女孩子 怎樣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去創造起司蛋糕 可是我來不及講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可能如果有機會 所以我再跟各位分享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好 一定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這個人文與科技對話 從上個學期開始 原來是我們剩100多人修 後來變成300多人 那後來今年就是因為 我們就覺得說全部改成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想說有的部分 就會一直繼續線上 所以就變成了800多人 所以是一個大的班級 因為我們過去找了一些 老師的演講 非常精彩 就是從人文面的 然後從科技面的 人文跟科技面對談對話 所以這個課程的反應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下節題還會再拍 開了舞台再請劉老師 來跟我們把其實蛋糕的故事講完了 我們來看 他說講者您好 想請問您是什麼氣勁或是憧憬 使得您如此熱愛自然探索自然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我不是真正的只是熱愛自然 或探索自然 應該是對人跟正外的地 它撞擊出的任何的事物 我都會充滿好奇跟追溯的熱情 所以你會看到一家 一開始一個豆花店經過 我現在已經60年了 這只一張白紙的改變 我就會衝下去 開始要追索 為什麼你會貼一張白紙 從這個 雞改黃豆的 非雞改黃豆的出現 然後我又到菜市場看到豆腐的壓制 我就開始想這個問題 然後要把這個東西把它弄清楚 弄清楚到底 這個豆腐我們怎樣去看待它 跟最近的食安 我就會想很多 所以這不只是熱愛自然 應該是說 應該是對生活的細微的東西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對於生活的靈感來思考 我們自己跟整個社會的一些社會責任或關係 或者說我也喜歡這樣子的一種這種害度 這種程度去跟社會連結 是我最喜歡的一種模式 好 接下來兩問題其實都有類似性 老師也許可以一定回答 就是說自然跟友善的農法 能夠提供高品質保護環境的食材 但是密集商業化的農業 能夠提供大量低價的食材 讓更多人能夠吃得到 請問老師的看法為何呢 因為接下來這題也是說 對於雞改食物的看法 會不會雞改食物被過度汙名化了 這兩個有一點點關聯 是 自然友善跟雞改食物 這個問題也是一直多年來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本上對雞改食物 不會用一種比較佛地的方式去看待它 只是說台灣這十多年來會有一種 對有善在座有機耕作 會有一個向往或者一種對土地的反省的時候 他們嘗試著用無毒跟有機來摸索自己跟環境的關係 我當然知道如果全部從事有機無毒的災作 與目前的社會整個狀態是不太可能的 也不可能實踐 可是你會去關心 你會去瞭解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動態的變化 你會去做一個比較 或者說 瞭解目前的狀態怎樣 譬如說 我在 我在十年前 我到德國的時候 我去旅行 可能跟這個麵包的耗子一樣 我喜歡逛一趟蔡市長 那我逛蔡市長做什麼呢 我去了解一下 德國的有機食品跟 就是有機食品跟一般的食品 價格的差多少 那個時候在比的時候 大概都是1比2 價錢就是有機的會貴一點 貴的倍 就1比2 當它是1比2的時候 但是米的話 譬如到香港就會去看米的價格 那基本上食物是1比2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比較 然後 然後就打台灣的對照 台灣那個時候 大概就是1比4到1比5 所以那個時候 看到的時候 我就知道第一點的原因 第一個 台灣這條路 還有得走 第二 如果是價格還是1比4 1比5 你不能去 就是說 整個環境的改變 或什麼 這種可能性 可能不容易 另外一個是 這樣子 除非它有達定到一個價格的時候 才能夠進一步的思考 譬如說 台灣的價格 有機跟 有掛有機的品牌的時候 它跟一般的食物的價格 也能夠跟德國一樣 發到1比2的價錢的時候 它才有下一步的可能性 才有思考去實現更好的環境的一個改革的一種動力跟機體跟體域才出來 其實有機的定義還有可能可以列1到18 哪一種也有機定義很多 有一種是1號的 如果說編號是編號1到18 每一種都有有機的一種程度 這個又是比較複雜 但基本上我們會是這樣子看 就是 10年前我們看的時候 台灣是 因為1比4、1比4、1比5的時候 會覺得這條路很難走 還不容易走 可是到現在 你就覺得這個機會 會比以前更有可能性 1990年的時候 我們去淡水 淡水是台灣最早有機在座 最早的實驗地在哪裏 不管是外面來的 外國人或是本地人在實驗 可是那個實驗裡面就非常有趣 我去問每個實驗者 有的我會比較感嘆 因為那時候買有機食物 乃機梳果等 基本上他買到的東西會比較少 第二的是 在眾所會跟你講說 做這一個行業 欺以止善 我講得非常非常 確實就是這樣 但現在整個社會已經 又改變了 形勢又不一樣 這是目前的狀態 但這個狀態 將來會怎樣 我不清楚 只是 現在已經 台灣已經比較接近 德國的所謂1比6 那樣的一個 生活的消費的 花費費用 大概就是 有機根一般的 已經是1比6 比較接近 要成這樣 好 他說 劉老師在連講中 提到自己敏銳的觀察到 檜木做成的麵包醬 桌子上一層菊花等 請問這種敏銳度 是與生俱來的嗎 或者是因為什麼生命歷程 而培養出來的呢 OK 那個檜木那個 那個 因為那個 麵包醬很辛苦 就會過去 然後摸一摸 就會 聞到那個味道 提洛基的味道 大概一聞大概要知道 張樹的味道一摸 通常你看 大概兩個都聞得出來 有的樹 它本身就會散發 一散發你就會敏感 只要去問 當然你就會問出來 那你問出來 因為你常常去 生活比較久 你就知道 一張快樂的作業 一定是一萬兩萬塊的 你會把一萬兩萬塊拿去做麵包醬 那簡直是 那只有瘋子 或是頭腦一定有問題 結果它居然做 這過去一定有一些 這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我會看到這個 或者說 打一盆花在那裡 大概是生活經驗多了 有時候看到這個 都會比較 確實會比較敏感一點 這種觀察力 也許是 也許是作家 會特別的 對這種特別敏感 我記得張愛玲 張愛玲就批開 張愛玲可以看到 你穿著任何的東西 都可以看出你的氣氛 那就是不可怕 有些素食產品 民衆被命為素雞 素豬肚 素牛腩等等 或是做得和真的生育片一樣 這個邏輯是什麼 是想要吃肉 但是不行 而透過這種方式來自我安慰嗎 還是想要吸引 即鼓勵食肉者 嘗試素食 老師覺得如何 這個我就比較不清楚 為什麼 確實是很多 很多明人畫的 素食的明人畫 可是我覺得 我可以用佛光山的那個 一直來跟各位 做一個討論 有一次 我去佛光山跟他們的師父 碰巧 佛光山 你知道 幸運法師 他們佛光山有很多的素食的餐廳 你如果吃過那個素食餐廳 你這樣會被感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得很好吃 那 當他很好吃的時候 我這樣會想一個問題 或者忍不住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 吃素就好 為什麼要吃得很好吃 做得很好吃 做得很像真正的 那個 那樣的 我們所謂的 一般 譬如說 樹肉 做得像你 你為什麼要做得這樣子 他們說 這個叫做 應該是 跟佛光山的教義 也有一點關係 就是 他們希望是人間 世俗一點 這樣子可以拉近 所以你會到佛光山 你會看到希巴克 你會看到蜘蛛山 會看到什麼 但他不賣 基本上他是賣素食的 但是 他就是希望能夠更生活化一點 那這種生活化是一種拉近 透過這種拉近 會讓更多人去了解佛法 這是佛光山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 信念跟他們的初衷 我想用這個角度去看 為什麼要把素食的東西 變成我們所剛剛大家形容的 像什麼足度 可能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會比較能夠了解 理解這件事情 好 謝謝老師 有三十三位同學都說 好想聽到第四個故事 可以當作問題分享嗎 那我剛剛也提Announce 我說下學期 我們要把這個故事賣關子 留到下學期 再請劉老師來 請問老師都是怎麼發掘這些故事的 如何去跟陌生人產生有情感溫度的連結 剛剛講過這些故事都已經是十年久發生 一直到現在還在繼續進行 那這個進行也不是刻意的 或者那這種持續是因為 我關心台灣麵包未來的發展會是怎麼樣子 或者是我們關心豆類製品 接下來譬如說 我們有關心像東海岸的壽工工廠的一家 豆類製品 它能夠撐多久 它現在也沒有更能夠改善一個豆類製品 在全島運輸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抵達台北 甚至到台大的福利社這邊來 這個東西我們都會持續性的了解 那因為持續性的關心 持續性的了解 你就這些故事就會有一個累積厚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識的關心 常識的關心這些東西都會出來 它不是刻意去做 這個是一個場景會記錄了解 然後自然的話就會產生這個故事 包括說三小四級的這個離線同學 他們走到現在 其實面對的困境問題也很多 他也不斷在他們的臉書裡面 很多東西並不是我直接跟他連結 而是透過臉書他的發展 我會注意到他的一些 現在的整個的脈動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理解一下 你這樣子認識的 很奇特 好有個粉絲一號 然後他問個問題有22人響應說 這些年戶外活動或是旅遊的資訊 網路上隨處可得 自然書寫旅行散文 是不是會因此而越來越視為呢 以往熱愛自然的人 把自己喜愛的地方當作寶藏一樣 收藏在心裡 會不會是因為網路就不會不復存在了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種擴充 那種擴充是讓我覺得很驚喜 因為我常常看到貴校的幾位熱愛自然寫作的同學 他們寫的作品 常常讓我非常驚喜 甚至我覺得我都會常常想 在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根本沒有這樣的一種思考的成熟度 跟看待事情的方法 或者有他們的履歷經驗 那這個都是我們過去的年代裡面 會覺得很 有時候想一想我覺得說 假如我能夠再回到18歲 假如我能夠回到22歲 那應該是多好事情 所以我會羨慕現在的 正在從事自然寫作或自然調查或自然觀察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們原本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跟基礎打出來 這個說來很奇怪 我記得陷入現在的年輕人 可是我在回顧 1920年代 193年代 我看到日本學者來到台灣 一個18歲、19歲的人 他對自己的 對台灣的這個自然環境 沒有這種成熟的看法去調查 部落的事情 去調查台灣的山林的植物 動物是那麼多的時候 我還會覺得 如果那個時候 當時沒有心態革命 沒有心態革命 大家還在那邊反親戶引 是不是會有更多人 譬如說像魯迅 魯迅就不用 結果他要變成一個自然科學家 而不是變成一個小作家 整天在那邊罵 這個社會完蛋掉了 就是 我覺得 在我的年代裡面 我會既羨慕 1920年代 當時日本 來台灣的調查的這種 這種年輕人 這種養成 那我也羨慕 2020年代 現在的年輕人 在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從事自然寫作為自然觀察 或者他們參與的 NGO 各種的各種團隊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 台灣 應該是最美好的時代 這個最美好的時代 甚至可以去遙遠呼籲到 1920年代 這個年代 如果年代裡面 有很多很多 驚訝的故事 但我之前已經沒有講過了 我就不再對人多贊助 只說可能 大家會覺得 我阿根認識很多 其實我認識的很少 我只是努力的要追上各位 因為 我們的年代裡面 劉老師應該知道 我們是個資源非常貧窮困乏的年代 在那種年代裡面 所有的東西拿到 都要去珍惜 我會把它記錄 我是羨慕過去跟羨慕未來 然後現在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是比較沒有這種東西的 劉老師在上學期 我們人文以科技對話中間 講到的是旅行 旅行中間 就有講到一些日本學者 來台灣的旅行 還有光復之後 有台灣人 自己本身本土的人 在本土的環境下面的一些旅行 非常非常動人 那應該是已經結局成好了 在台大的演講廣上面 同學們可以去找找看 就是上個學期的 就是跟旅行有關 那劉老師其實對年輕 被有很大的啟發 而且非常的鼓勵 我照劉老師剛剛講的 有一些年輕的寫作家 我比較知道是 我們森林系本身就有小黑 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他是得到 好像是聯合抱歉中時的 一個文學獎 他就是講說搖樹的男人 好像就是在樹上搖動 然後抖落 有一些昆蟲可以收集起來 所以都是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覺得最棒的是 劉老師鼓勵他們 他們都有親自收到劉老師 在他們臉書上按讚 或是寫一些鼓勵的話 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講 也是很大很大的一個啟發 好 同學還在問說 老師好 想知道在網路 既網路資訊發達以前 您如何去發掘這些在地的故事 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我想說資訊資源比較缺乏 所以我大概在二十二歲 三歲的時候 我們是努力的 這個 並不是每一個學校 都像貴校的一個總圖 有很多過去的歷史資料庫 給大家去利用 去參考 索取 我們當時 因為出了社會 大部分的時間是進到了 台灣 就是 當時的 巴德路 有一家 台灣地方分館 就是基本上是 關於台灣的地方的史料 或是到台灣什麼國館去借 因為我自己喜歡自然 喜歡流氓地底的東西 我去那邊找這些過去的資料 去翻讀 研究 爬書 然後慢慢的寫出很多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最有意思的 像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 上個月大概最瘋的 大概就是斯卡羅這個劇 那斯卡羅 你知道寫的是 陳耀昌醫師 那陳醫師寫的這個東西 他是有所本 他的本就是來自於我們當時 寫的這些 關於台灣組的 這些外國旅行家的調查 怎麼樣去買 墾丁和蘭比燈塔 又或者當時的人怎麼探想到 台灣的東海岸西岸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在之前 大概二三十年的時間裡面 有做非常非常多的 基礎工的 翻譯譯注跟調查 寫的非常非常多 而陳耀昌醫師 當然他自己也很認真去做 也把這些東西都整了 才寫出了 這個奎女化小說 然後現在變成了曹刀遠 去把它拍成這個 大家非常關心的電視大劇 但基本上我是覺得 基本上這個背後是有這樣的一種 歷史這種 爬書紀錄整理的工作 這種爬書紀錄整理工作 是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 雖然比較辛苦 但是現在看起來也是蠻 覺得很 覺得是一種很大的一種 享受 就是能夠進到竹書館去 爬書這些 研究這些 這些基礎性的工作 這個也是好來的 大概就是思考 你們看到這個思考 之前是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田裡調查已經做了很久 可是一下就突然出現了 我們上個學期有請陳耀昌醫師 來我們的人為女特技對話演講 他雖然講的是醫療 醫學跟這些ethical 跟一些倫理的一些衝突性 但是中間有同學問他那個傀儡話 所以他也有做了一些回應 同學有興趣話 也可以去我們的研講網上 看那個陳耀昌醫師的這個演講 好因為時間的關係 但是有一個這個問題 我也挺好奇的 所以我就問老師最後一個問題說 人們總是說傳統治保 保留原汁原味 老師覺得呢 後來用那個不鏽鋼做的豆腐 老師覺得風味會有差距嗎 這個是一個我比較好奇說 這種鋼板做會像木頭這樣子壓製出來 用棉布這樣做出來的味道 會跟它能夠相比嗎 我們那時候都在打這個大文號 可是後來就發現 只要食材好 或者你製作的過程裡面 保持一種乾淨的做法 我發現比較沒有考慮到市場消費的時候 只要單純的做機會都會非常的大 或是說這個東西出來的 會出來的東西都會吃起來都會有這種感動 那種感動不是那種大量製造的可以比一個 剛開始我們看到 因為你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在八年前我喝到的東西或吃到的東西會有種驚喜 那個驚喜當然背後是一個故事 兩個年輕人到外面浪漫的去開一家豆腐電工廠 找到了好的磁灰池的水 這個都是很好故事加進去 所以喝起來就感動了 現在應該也還不錯 但是我想背後是有這樣的故事了 然後他是不是真的做出這樣好的東西 我覺得以現在的食品的科技跟製造能力 應該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達到這樣子的 但也有很多東西是失去的那個味道 確實有 但是要個案去看 有很多東西確實失去 但有的還是比相對過去還是保持著 只要看各種情形 不一定是有種的這樣 謝謝劉老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次掌聲熱烈 謝謝劉老師 感谢您的观看